本赛季CBA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即将打响 此前不幸感染新冠病毒的北京手钢队后卫外援林书豪12月20号表示 目前状态越来越好 期待第二阶段代表手钢队出战CBA比赛 我们也是比较期待可以周六开始打球 所以我们也是现在比较开心的去练 当天北京手钢南篮举办两岸青年交流活动 林书豪 翟小川 方硕等五名北京手钢南篮球员 在训练馆与四十余名在北京学习工作的两岸青年代表 进行了篮球游戏和互动交流 这也是林书豪重返CBA后首次直面媒体 谈近期训练 聊三分球公益计划 林书豪分享了个人近况 当被问及感染新冠的经历 林书豪坦言 在上海检测出新冠阳性后 就一直在隔离 影响了个人状态 心情是非常非常不好 因为看到我很多的计划 行程打乱了 很多我的努力浪费了 然后我也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待在那里 然后希望可以快点好 就是像普通的一个感冒 我可能症状只有几天吧 除了那以外就是 也不能就是一直阳性 可能隔离那么久 掉了差不多20磅9个公斤 这个是最影响到我身体 林书豪是美籍华裔运动员 曾于2018-19赛季随猛龙队 夺得NBA总冠军 2019年 林书豪与北京首钢签约 开始征战CBA 赛季结束后 林书豪回到NBA寻找机会 2021年6月 林书豪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重返CBA 谈及重返CBA的感受 33岁的林书豪直言 回北京首钢就像回家了一样 球队来了很多新的面孔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 在亚洲篮球就一直发展得越好 然后我们每年会看到更多球员 天分 技巧 表现都更好 对我来说黄皮肤的一个人 我是非常高兴 我知道 特别是我现在年纪比较大 我不只是专注我自己的表现 我是希望全世界可以更尊重 黄皮肤的球员